各位书友们大家好,我是小泽 今天我们来讲一下书法里面一些比较难的沟笔 好,现在我们开始来讲一下第一个沟笔是树弯沟 好,大家来看一下这个树弯沟 主要难点在哪里呢 难点呢,是从这里挑上去 这个沟笔也是这个笔画的中心点 重点 我们一定要把这个重点给突出来 然后呢,我们来看一下这起笔 刚开始起笔的时候呢,是稍微有点重的 然后往这里的时候慢慢的收 收到这里的时候呢,开始又加重了 特别是我们往这里沟上去的时候 这个重量一定要给它显示出来 还有这里沟上去的时候呢,千万不要出现属虚 一定要平稳的过渡 这是一个树弯沟的一个写法 好,现在我们来看一下啊,一个又一个难点的沟笔,葛沟的写法 好,葛沟呢,难点在哪里呢? 难点也是在沟笔这里,我们从这里沟上去的时候啊,要注意 这会内,啊 内,呃,内远,外,方 这里会比较方一点 那么这里面呢,会比较圆一点 大家有没有发现 这是书法里面一个比较常见的勾笔 从这里勾上去 这里收的时候要收得很利索一点 从这里 只要我们果断一点 其实写好的时候是很容易的 几率 还有这个旗笔 那么中间会比较平稳一点 大家有没有发现 这就是隔钩的习法 和这个树弯钩的习法都有一定的难度 大家应该多回去练一下 好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 感谢大家收看 我们下次再见